對啊 我跟你講喔 因為人喔 嵌到北京喔 牛還是牛你知道嗎 就是說克文哲自始至終就是一個sweet tooth 甜牙齒嘛 就愛吃甜點的小男孩嘛 這一點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sweet tooth OK 好不好 克文哲很喜歡繞英文嘛 我沒跟他講英文 cinderella or sweet tooth 愛吃甜點 對不對 那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們剛才爬梭的都是舊案嘛 就是他以前是不是有怎麼樣 他以前又戴的 然後又cinderella 但各位 這個消息會爆出來 我覺得是誤打誤撞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最新出來的消息 不是寫情書 也不是這些舊東西 是說克文哲的LINE OK WhatsApp Telegram 這些被揭秘了 那被揭秘當中呢 很多的內容 如同我們剛剛像我聽益中老師講到一半 我真的是快受不了了好不好 我都快暴斃了 對 檢調也辦得很痛苦 他們為了要爬梭金流 等下這個忍住那種眼睛上的那種刺痛 不斷地去觀賞那些古紀錄你知道嗎 還蠻文雅的啦 雖然是有點歐時尚 但是還是蠻文雅的 對 老派老派的老派 沒有後面很噁心好不好 Missy沒有看到後面 所以我就說 他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在他的 全新的電磁紀錄裡面 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內容 但是我跟各位講啦 我知道大家很期待對不對 但依照檢調 應該是不會把這件事公開啦 因為這個跟司法案件本身 有一點說不回應 沒有關聯性嘛 他跟本案無關嘛 那這是屬於他個人私得的部分嘛 但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兩件事情 就是說當這個紀錄在被稽查的時候 你會發現搞不好牛 從2000年到現在一直都是牛 前到2024這隻牛還是在磨 每天還是在磨 不知道 因為你自己看八包會館那件事情 我已經講得很白啦 我不知道怎麼再更白了 三樓就甜點房啊 不然要怎麼樣 五分鐘一樓伯伯 二樓五十分鐘玩遊戲培養感情 那三樓就吃點點啦 大概就這樣子嘛 所以我就說我不知道 柯文哲到底為什麼那麼喜歡去招待所 因為他不是只去八八而已嘛 大安也去 文山也去 所以我就說他的慣性 從以前到現在是沒有改變的 OK 所以配合說 你如果說減掉現在最新找到電磁紀錄 裡面到底有什麼很驚人 他驚人的在於說不是金流的問題 是他如果那個東西炸出來的話 我跟你講這是核彈等級的 但現在大家挖的東西 並不是新的市政 只是說去看爬書說 過去柯文哲好像本來就有這個跡象 好像就有這種類似的行徑 做這樣事情 而且他的回應都是一樣的 因為剛剛易中老師講的這些 你知道柯文哲當時怎麼回了嗎 他就講說哎呀 我沒有啦 我也講照樣啦 全部都假消息啊 我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們講就是什麼什麼不理嘛 就是事後就扎明什麼三名 抱歉 今天就扎人 抱歉 就變成這樣 都忘記了 所以我是說這次柯文哲自己 要去回答命題 但在我看來他的節奏應該是這樣子 首先他在司法這個案件裡面 他的人格就會再毀滅一次了 但這個事情到底是等到說 五年後 十年後 還是說相關人等受不了了 有人出來踢爆了 把這個東西咬出來了 那這個紀錄可能慢慢就會浮現 但是我在講的重點是 跟過去這些案件在我看來 這兩者雖然說是有相似性 但不是同一案啊 非本案好不好 這才是他最大的重點 所以你知道嗎 我最後有一個事情總結 這是柯文哲講的 這不是我講的 但是受了他在傅昆棋 我也有在我們節目上講過 柯文董你有沒有講過 他就傅昆棋母親的喪禮上 他在飛機上跟大家講說 我跟你講 我沒有很擔心 那個淨流被插出來你知道嗎 我沒有在怕 我現在唯一擔心了 我手機啦 一些電磁紀錄啦 USB什麼 如果被他們丟出來 那個皺看 血都亂七八糟 都很痛 他唯一怕的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到底什麼事情讓你很害怕 怕皺看血出來 我不知道 你要去問柯文哲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上一部 好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等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